新莊區長朱思榮帶著公所團隊 特別來到新莊各禮 為巡守志工進行春安慰問 並且製贈紅包 這一站來到了倉平里 倉平里43位巡守志工 也特別列隊來歡迎區長 新莊區長朱思榮帶著公所團隊 特別來到新莊各禮 為巡守志工進行春安慰問 並製贈紅包 這一站來到倉平里 43位巡守志工也特別列隊 歡迎區長 領巾我們倉平里的巡守隊 最有團結精神 最認真 也最熱心為大家付出的 再一次 給自己一個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裡面治安工作的維護 確實靠這一群 認真的志工排班巡邏 倉平里的治安狀況 才能獲得改變 剛開始這裡的 嬌小或是搶毀很多 最近就已經 可以說是絕機了 還是靠大家互相幫忙 這位張金龍先生擔任 里內的巡守志工長達20年 從剛開始巡守隊成立 一直到現在 對許多志工們 一直以來的努力 昌平里長表示由衷的感謝 在這一整年裡面 真的最感謝的 還是我們每一位 守望相助隊的隊員 他們不畏風雨 沒有休息 每天這個巡守 都是為了我們整個 昌平里的民眾的社區安全 在這裡再一次的 借用這個時間 特別感謝他們 因為有這些認真努力的 巡守志工不畏寒暑 依然認真出勤 昌平里如今才能成為 人人安居樂業的地方 以上新聞記者 林正潔新莊彩縫報導 中文大廈 中文大廈 中文大廈